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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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竟水银它是有毒的 剧毒水银的发现 让所有人都开始紧张起来 大家立刻停止了玻璃的工作 开始收集水银 但是更让考古专家们 意想不到的是 牧主人体内残留的水银 如此之多 氏管取了半氏管 就比较纯净的 取了将近直径1.5的氏管 取了有七八公分 那么长一斤 烧杯里连里边的碎屑 连水银起了满满的一烧杯 而此刻专家也才意识到 牧主人的上半身之所以保存的如此完好 所有的骨头都呈现黑色 完全就是水银的作用 发现水银才明白了水银的那种的成分 它已经侵蚀到它的骨骼里边了 通过血液通过那已经进到它的骨骼里边 整个中毒死的人都这样 发黑的 他明白了这种水银的作用 剧毒水银的出现使得牧主人的死银立刻增添了几分杀鸡 难道牧主人是水银中毒身亡 考古人员立刻联想到了牧主人那个寒酸简陋的墓室 很简陋的墓室不大 一般的辽带贵族墓室很大的 族室 后室 前室 后室 左右 二室都相当大的 那么这个为什么这么小呢 十几个地方 很小 受中原王朝的影响 契丹也是一个重视后葬的民族 许多辽带的达官贵人常常在生前 已经开始修建自己的坟墓 这是一个在辽祖陵附近发现的辽带贵族的武士墓 尽管已经经历过多次被盗 陪葬品已经无从找寻 但是这宽敞的前中后三个墓室和修建精细的两个尔室 以及宽大的尸床 无补显示牧主人生前地位的高贵和生活的奢华 辽带早期他是后葬这个西族是比较多的 后葬的这种封锁是比较流行的 但是辽中期 辽圣宗中期以后 由于他的鼓励下降 辽圣宗当时就颁布了一个命令 就是禁止坚引起水葬 相比以往发现的契丹贵族的墓室 土耳基山墓主人的墓室建造的实在是太寒酸了 这个接近正方形的墓室长宽都不足四米 空间异常狭小 如此简陋的墓穴实在不像是皇族显贵的归宿 而在墓室中另外一个发现 也让细心的考古队员困惑不解 就是我们在现场清理的时候就发现 它都是会有壁画的 但是壁画都脱落了 都掉到这个泥沙里边了 基本都是面朝上 而且是大块大块的 大家就分析了 这墓葬修造的时间不长 很仓促的 壁画画上去以后 墓上就还没有干 人就放进来了 就下葬了 画上去以后 没有干 脱落的时候它是滑下来的 整体这块泥 底下再一松散水一泡 它整个这一幅画就全下来了 就是滑下来以后 那面都是朝上 如此仓促的下葬 难道墓主人死因 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吗 这墓葬 就是 秋造的时候很仓促 埋进去以后 这壁画都是现化的 现墨的 很急的样子 不像有些坐着墓很长时间 缝干了 都做好再把这放进去 它这很 很突然的死亡吧 可能是 如果墓主人是在仓促中下葬的 那么这个小小的墓室里 就越发的胸肌四伏了 那个骨骼很黑啊 那肯定是中毒了嘛 再一个推测 跟你联想到 我们墓葬的如此简陋 如此仓促的下葬 是不是就是中毒死亡以后 马上就埋进去 难道水银就是导致 土耳其山墓主人死亡的直接原因 墓主人真的是中毒而亡 如果真的是水银中毒而亡 它的背后又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事实上 在古代 人们已经意识到了水银的毒性 并已经记录在史料当中 其他人就有一种藏俗 人死了以后要给灌水 他就要做一种尸体保护 在过去见过 其他女士 在乌兰查部发掘的其他女士 就是这样 那么在其他一些记载当中 也有记载 灌水 现在甘肃地区 甘兴地区 尤其是甘肃 明夏地区 有个别地区呢 人 老了以后 就是去世以后呢 还要想办法 找到一条水银给他放进去 这种风俗 一直保留到现在 隔壁地区啊 如此看来 契丹人的确有用水银 来防止尸体腐烂的习惯 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巴林左旗 距离祖灵山不远的地方 有这样一座契丹人 留下的石头房子 相传 当年契丹王朝的第一位皇帝 耶律阿宝基死后 由于墓穴还没有开始建造 它的尸体曾在这里停放了整整五年 那时也许真的会用水银来防止尸体的腐烂 由于目前不能打开阿宝基的陵墓 得到更多关于水银的说法 所以一切只能是推测 水银是自然界啊 我们说自然 自然界 金属里面 金属里面 这个唯一的以液态出现的金属 而且是重金属 它可以起到完全跟自然空气格局的这个作用 跟细胞上那个膜给它集合起来 它细胞膜不破了 那细胞不就保持原来的这个机构了吗 所以内外它都能够起到防止腐败 或者防止细胞破的这个道理 不光是人体 其他的都能保存 但是土耳基山墓主人体内的水银 究竟用来防腐还是致命的真凶呢 这个契丹女人的背后 还隐藏着哪些我们不知道的秘密呢 考古人员期待能用现代的科技解开这些谜底 在武警总医院病理科 科研人员把考古人员送来的样本 做成了一个个切片 他们将通过高倍的放大镜 来观察土耳基山墓主人体内细胞的结构 很快 根据不同制作方法 做成的切片 被放到了显微镜下 我们看到了以后就发现 这细胞光有一个壳 光有一个这种外观的样子 已经没有任何机构了 我们来根据以往的经验 我们推断这个尸体 这个是已经是死亡以后 然后再用各种方法叫它不腐烂 第一张切片的结果显示水银应该是墓主人死后 用于防除所用 但是 此刻让专家没有想到的是 当第二张切片放入显微镜下时 居然显示出了不同的结果 而我们另外用一种方法做出了结果 就是这个细胞在死亡之前 还没有破坏之前 就已经把它固定住了 这就证明 这个尸体在没有死亡之前 已经固定了 两种完全相反的结果 让专家迷惑不解 难道我们真的无法解开 土耳其山墓主人体内水银的秘密吗 还是墓主人不想让我们了解 这段历史的真相呢 我们做了这么不同的方法以后 得出来的积累 反而是我自己也感觉到矛盾了 迷糊了 是方法不对 还是另有隐情 墓主人的身上还有哪些 我们不知道的秘密 为了更直接的感受 这个千年前的其单人 考古人员决定对土耳其山墓主人 进行容貌的复原 根据死者的颅骨 进行面向复原是最常见的 也是最难的一种复原方法 许多刑事案件中的无名尸骸 都是利用这种方法进行面向复原后 最终确定了被害人的身份 如今 这项技术也运用到了考古工作当中 考古学家期待 能够通过人像复原 更直接的看到 墓主人千年前的容颜 几周过去了 神秘墓主人的容颜 终于在实验室中被复原 这是一个典型的草原美女 尽管技术人员也复原出了墓主人的相貌 但是关于他身份的猜测 却依然不能肯定 他是谁 体内的水银 究竟是防腐还是致命的原因 现代的科学为何依旧不能解答 为了得到事实的真相 医学人员决定 再次对土耳其山墓主人的尸骨 进行取消 希望能找到最终的答案 我们当时取了三个地方 一个是脑 一个是骨 还有一个是皮 被取回的样本 立刻被送进了实验室 再次根据不同的制作方法 做成切片 这一次 专家能为我们解开最终的谜底吗 几天后 十多种方法制成的切片 再一次放在显霉镜下 这时 专家有了进一步的发现 所以我们这里面看到一身 霉菌的菌丝 由于霉菌的生长需要营养 因此霉菌一般情况下 都是在生物体死后才会出现的 在死前 人体上并不会生长 而人死后 在皮肉腐烂和分解之前 是霉菌生长最好的营养 于是 在人体分解腐烂的过程中 经常会发霉 我们看到的这样的 这个霉菌的菌丝呢 是已经死亡了的 但是呢 又没有被分解掉 所以我们可以推迟呢 这个 在尸体死了以后 在没有完全腐烂的时候 霉菌就可以 在这个尸体上生长了 但是呢 这个 在水银灌住了以后 包括尸体和霉菌 都被固定住了 所以才能保存这么多年 没有被分解掉 而如果生前 人体完全由水银封闭起来 皮肉无法腐烂 自然就不会有霉菌的出现 我们从做出来的 皮肤 肌肉 脑子 骨头 这几个不同的标本 来反复验证 这些里面的细胞 这个都已经没有任何机构了 都已经成了一个空壳子 这就是说 这个人死了 死了以前 或在死亡六小时之内 没有经过专门的防腐的处理 或者是 这个再进一步来推论 这个人体的当时的死亡 跟水银的中毒 没有直接的关系 如此豪华 珍贵 稀有的随神事物 能够与墓主人一同下葬 加上龙和凤的图案 大量出现 使得人们不禁怀疑 眼前的这个女人应该是一位 契丹公主或王妃 但是 在辽戴近三百年统治中 光有记载的公主就有十六位 皇后有九位 土耳机山的墓主人会是他们中间的哪一位呢 根据以往的考古经验 考古人员发现 无论是契丹公主 还是贵族妇女 通常都是夫妻和葬墓 陈国公主墓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证 1986年 当考古人员进入离土耳机山不远处的陈国公主墓时 人们发现 年轻的公主与她的驸马就平卧在砖器的石床上 公主在左侧 驸马在右侧 尽管根据史料记载 陈国公主十八岁便去世了 而她的夫君几十年后才死 可他们依旧合葬在了一起 可这位从随葬品来看比陈国公主地位还要高的气单女人 怎么会孤独的葬在土耳机山上呢 许多了带的贵族墓 她都是夫妻和葬 八十年代挖的陈国公主墓 对那是明显的夫妻和葬 仓促下葬的可疑迹象 是否意味着墓主人是被害身亡 如果真是如此 没有墓志明也变得顺理成章了 一个皇室女人被害身亡当然密不可宣 那么了带的皇室女性中 会有谁可能是被害身亡的呢 由于墓中没有找到任何关于墓主人的信息 就连墓道中发现的气单文字 都已经模糊到专家无法辨证的程度 于是人们对这个来自千年前的女子产生了众多的猜疑 因为她没有墓志 所以这个墓里埋的这个主人是谁 这就只能是猜测 或者根据一些史料来判断来考证 但这个早 辽带早期这个关于皇室这个这些材料 除了辽史上记点以外 可能是很少 资料也很少 北京文联的王德恒老师 是众多发表自己看法的专家之一 作为研究辽史方面的专家 从土耳其山辽墓被发现 王德恒一直关注着这个气单女人的命运 随着众多高贵的随葬品的出土 王德恒老师也有了自己的猜测 这种规格的买葬 还得在皇家里去寻找 那么排来排去 我寻找的第一公标是阿布里 翻阅史料 我们发现阿布里是辽世宗的妹妹 辽太子耶律阿宝基的孙女 受到守旧贵族们的影响 阿布里曾经随同丈夫肖瀚一起 勾结诸王大臣准备谋反 想要恢复旧质 可哥哥聊世宗先发之人 镇压了这场犯乱 先将驸马肖瀚处死 接着又含泪 将妹妹阿布里下了狱 肖瀚的阿布里的丈夫 发动了那场政变 没有成功 被察觉了 那么作为阿布里本人 直接参与这场判断 他亲自写信给一些人联系 就把他哥哥推翻 扶他的丈夫上去 据史书记载 阿布里在祸罪下狱不久 便死去 死因不明 作为辽世宗唯一的妹妹 阿布里具有着公主之尊 因此土耳其山墓主人 奢华的随葬品 阿布里都能够得到 而这个墓葬 修建得非常粗糙 能够看出是匆匆下葬的 想必是没有时间从容不迫的雄墓 甚至连墓志明都没有眷客 精美随葬品和简陋墓穴的如此不协调 其背后必然有不可直说的秘密 他这个墓葬啊 就是大家都公认的一点 仓促 非常仓促 然后呢 这个把人迅速的买里头 就封闭了 就仅就这一点来看 那么排来排去 我寻找的第一公标 是阿布里 根据种种异常迹象 王德恒推断 当年阿布里入狱后突然死亡 因犯了谋反的大罪 后人们已不可能再为他精心修建墓地 于是阿布里只能被埋在未完成的墓穴中 而那些精美的随葬品 辽世宗看在自己亲妹妹的份上 自然也就让他随身携带 而至于媚主小范 由于曾经叛乱 辽世宗绝不会让他和妹妹合葬 因此阿布里在夫君死后就一个人 孤零零地躺在了沉寂 阴冷之中 从采棺打开的那一刻起 靠谱专家就一直期待两件物品的出现 那便是牧主人穿戴的面具和网衣 这是契丹贵族下葬时独特的穿戴方式 但是牧主人头部出现的却是几条金箍 这显然不是契丹贵族常用的下葬方式 看着是明显的 他不是一个面具 聊戴墓葬他应该戴面具 因为这种大贵族 他应该都有金面具 同面具 一看不是面具 在人们以往发现的聊戴墓葬中 契丹人戴的不是头姑 而是这样一副面具 由于契丹贵族生前的生活非常奢侈 死后也不甘于过寂寞的生活 于是在他们死后都要使用金属殡葬 这个类似于中原汉代金女御衣一样的面具 也叫做扑面 通常仿照了牧主人生前的面貌重叠而成的 面具也是契丹人显示权力和地位的标志 不同身份的人所在面具的质地也会不同 而这幅黄金面具就属于一位契丹的皇家女子 贵重的黄金鲜明地昭示着她的皇室身份 除了面具 有身份的契丹人的死后 还要穿上金属编制的网衣相当 和面具一样 这也是契丹贵族或皇族墓葬中最常见的东西 而面具和网衣的作用是 护佑逝去的人灵魂回归 那么土耳基山的墓主人 为什么没有佩戴昭示皇族身份的面具和网衣呢 难道她不是皇族的成员 那豪华的陪葬和龙凤图案又作何解释呢 她头部陪伴的金箍又该如何解释呢 她的身世能否最终被揭开呢 埋葬了一位契丹女子的辽戴墓葬 墓主人拥有显示不凡身份的豪华埋葬和龙凤图案 专家纷纷地猜测这是一位皇室成员 然而她没有沐志明身上疑团重重 她真的是一位皇亲国戚吗 敬请收看探索集结号 奉关迷案第三集